到了第二天 石潘陀表态不愿再继续向前 而且企图对玄奘法师不利 逼得法师立下重视 即使背骨也绝不会牵连于他 经过一番周折 总算让石潘陀安心离去 结束这一段惊险的过程 以及令人难以理解的孽缘 然而石潘陀无常善变的个性特持 并没有就此消失 使得他在几百年后 借由张回小说又得到发挥的舞台 只是从人变成了猴子 西元1980年代末期 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锦池先生 研究玄奘法师取经故事的演变 认为西游记的主角孙悟空的原型 就是玄奘法师这个授界弟子石潘陀 比较两者 首先是向导的作用类似 第二是解决问题的作用相同 然后是师徒间的微妙关系 最后由于胡人石潘陀是胡僧 这和孙悟空的绰号胡孙语音很接近 玄奘法师的传记 《大慈恩赐三藘法师传》中 所描述的石潘陀 有着非常戏剧化的性格 让后人附会了宗教的想象 再套上神魔化的外表 把他变成了一只火跳跳 从石头中蹦出来的猴王孙悟空 所以三藏法师其实在那个过程里头 他最怕的是迷途而不是妖魔 所以石潘陀的这个原型 是一个年轻胡人的原型 他对三藏一个最大的帮助是引路人 这个引路人后来 在整个被小说化的过程里头 他就因为胡生 他是一个胡人的出家人胡生 后来被中国生育学里头 童音被改成胡孙 所以就加上一个猴子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本来张景驰先生的解释 只是众多孙悟空身份考证的其中之一 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力 没想到近年来 在古瓜州的县地 甘肃省安西县万佛侠的榆林窟 竟然发现了好几幅唐僧取经图壁画 创作年代约在西元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初的西夏年间 比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还造了三百年以上 在这些壁画中 唐僧又谈袈袈袈袈袈 双手合十 面容俊朗 孙悟空则头戴金环 额底嘴长 陆齿批法 双眼圆征 似人又似猴 竟随在玄奘大师身后 赋予野性的形象 逼真而生动 很可能在吴承恩写作西游记之前 孙悟空在人们的印象中早有若干雏形了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被唐僧从五行山下放出 收为徒弟 因而决心保护唐僧到西天取经 却因杀戮过重 引来唐僧道念 竟然心生称恨 下手要害唐僧的情节 和石潘陀意图犯上的行为 可谓如出一彻 可见 最迟到西夏时 玄奘法师取经的各种传说 就已经广为人知 并且深入任性了 石潘陀离开以后 玄奘法师就此独自向西而行 闯越重重官房 他在戈壁大漠上 寻着过去马匹留下来的粪便 和前人的尸骨慢慢前进 可能是石潘陀带给他不小的打击 也可能是面对着前程茫茫 心中永无限的压力 眼前不断出现重重幻觉 清楚遥见军队人马出没 然而又变广多端 等到近看却变得模糊 起初以为是道口之众 然后才猜想应该是妖魔鬼怪 心情随之起伏不定 这种海市蜃楼的幻影 是一无道上常见的景观 在科学还不发达的古代 很容易被当成是痴美亡了 通过了一段大自然环境的考验后 人马俱疲 之前石潘陀曾经提醒玄奘法师 唯有五座烽火台下有水源 不过却要冒着极大的危险 戈壁上的烽火台一路指向西北 那是东汉以后 为了防止雄聚天山的匈牟侵略 从汉朝长城的极限向外设立的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 像汉武帝国立到哪里 这个长城就到哪里 风罪也就跟着到哪里 所以尤其是在河西到天山之间 它是一个天然爱口 很多匈奴的侵犯的势力 就沿着天山爱口 由北向南攻打天山以南的地区 所以从汉武帝开始 就在河西到天山之间 设置了很多的风碎 当时烽火台的戒备果真严密 玄奘法师虽然想趁着黑夜 到烽火台下取水 却还是被守军发现 差一点中了飞溅 守备军官校尉王翔 询问过玄奘法师以后 认为西行路途艰险遥远 一定到不了目的地 因此劝说法师可护送他为敦煌 玄奘法师肯切而坚定地向王翔解释 飞去西方取经的原因 最后感动了王翔 隔天一早 王翔为玄奘法师准备了干粮和饮水 又亲自送行十几礼路 指点法师直接到第四封的路径 才依依不舍地摆别 这烽火台是有士兵把守 它的这个功能首先是军事防卫功能 就是说它在台上进行瞭望 瞭望发现敌情以后 白天就燃烟 白天烟比较容易看 夜间就是点烽火 烽火台一般都建在有水源的地方 其实在沙漠隔壁 有水源就可以有生命 控制了水源等于就控制了这个路线 这个烽火台还有这个 实际上还有一个盘查行旅的这个功能 就是说往来行人你要有过锁 常在叫过锁 甚至我们现在通行证 你也有通行证 你才能经过这个地方往下一个地方走 玄奘法师夜晚到了第四封 本来想悄悄地取水后就离开 却还是被守军发现 幸而军官王伯龙 如第一封的王翔所说 是位佛门善士 他大为欢喜地接待 不但补充马蹄与饮水 又指点玄奘法师避开第五封 直接到百里之外的野马泉再取得饮水 然后就能脱离当时唐朝的国境 不过从此玄奘法师 就要进入所谓的流沙河 面对更艰险的路途 横更在玄奘法师眼前的 就是新疆最大的沙漠区 地址上称为葛顺戈壁 俗称南湖戈壁或哈顺戈壁 大唐西域记记载 即墨赫延器长八百余里 古曰沙河 这处沙漠地质疏松 沙里遍野 位于今日安息与哈密之间 行走期间 举步困难容易下线 又不时有狂风大作 一座座沙山被整个卷起 再像沙铺般的落到另一个地方 瞬间又造出一座座沙山 所以叫做流沙河 几千年来 这里都是著名的死亡沙海 很多地方至今 还是了解有限的交通经历 有着拨不开的神秘面纱 穿越沙漠 最重要的补给品就是饮水 第四封北军官王波龙 指点大师的水源中继站 是野马泉 玄奘法师走了四五天 却找不到野马泉 自觉可能迷路了 心慌意乱之间 拿起水袋喝水